学专业 2010级的应届毕业生 如果说既能让我当教师 又能让我参与一些市场工作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不是那种 成天只会围着孩子转 只会在厨房里洗着盘子的女人 一个人的意义 应该比这个更加重大 我想做一个更加有意义的人 大家好 我叫孙卓 今年22岁 来自南京 现在就读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汉语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 谢谢大家 啊 这就完了 等等等等 我太紧张了 对啊 我今天来非你莫 因为见到学长太紧张了 我今天来非 非你莫属 想寻找有关教育培训 与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 谢谢 你好 小孙 干嘛那么紧张 学长好 见到您太紧张了 我是你什么学长 学长 您是1986年 1986届男士附中毕业的 是的 我是2010届的 那得叫学书了 学长已经不够了 这还有一个那个学大爷呢 哎 杜总 你是南京 不不不 我现在虽然家都在南京 但我是北师大毕业的 哦 你是他 行 你的中学和大学的 学大爷都有了 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现在是大四本科在读 是的 你想求职的方向是什么呀 教育培训与营销策划 市场营销方面 你学的是汉语言文学 就是学中文的吗 中文的 对 那这两块你觉得你行吗 有积累吗 教育培训 因为我在新东方的 酷学酷玩 英语夏令营 担任过英语 学院五营的老师 然后也参与了他们教师的培训 其中就包括市场这一块 如何开发新的客户 关于市场营销 市场卖东西我没试过 但是由于我在学生会 经常要参与一些节目的宣传 一些组织的宣传 是公益性的营销 这一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 包括我现在也在读市场营销原理 来增加我的专业知识 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能力 从事这两项工作的 你这个酷玩教师工作 还要教舞蹈是怎么回事 因为它是一个英语夏令营 现在不是讲究 要发展全面发展的学生吗 新东方正针对这一块客户的需求 开拓了一个新的 就是夏令营的形式 同学们可以来到这里 一边学跳舞 一边学英语 能能比划一下是怎么个意思吗 用英语教跳舞的 有没有哪位大学的男同学 愿意上来让这位美女 用英语教你学跳舞的 来吧小伙来吧 来吧 你背后的女同学都推你 来吧 欢迎来吧 欢迎来到标准英语凃 今天我们会学习一点 把贫帕 用的贫帕也好 一样 就像黄音乐 黑人的舞台 首先 我们会学习 贫帕 大师 吃贫帕 就是 就是流行 嘻哈舞的流行元素最重要是什么吗 Hip-Hop它最主要就是up and down So up what is up is just like a breeze Yeah just hold the breeze Yeah yeah very good It's up and down Yeah and so just put your legs apart And up down Up down 可以来一些音乐吗 Hip-Hop 节奏感比较强烈 好我觉得可以了可以了 谢谢谢谢 Thank you 这男生实在是太笨了 反正用英语教跳舞这段我们看明白了 英语还可以 基本上现在工作马上就能够 如果是工作当中用的语言的话能过关 还曾经摆地摊 这个我要说一下 这其实是只是我对自己一种挑战 看我能不能在大众面前去销售一样的东西 而且因为也是跟足球有关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 销售的什么东西 是脸贴就是有因为我喜欢支持的队是我的家乡队江苏顺天 所以我就说要卖那种logo可以贴在脸上 那你哪进的货呢 自己设计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对 卖了多少 只卖了总共做了305张卖了163张左右 还不错 但是利润很小 利润很小 卖几块钱一个呀 三块钱两张是那种白底的 两块钱一张是透明的 但是到最后大甩卖一元两张 好 我们让小孙先灭掉一盏灯 然后我们继续 看看面前12家企业 灭掉其中一盏灯 这家企业你肯定不会去的 说吧 马丁传媒工作室 思敏你那么开心干嘛 因为我俩刚刚说马丁 如果他把你灭了 你给我100块钱 他说肯定不是 他说灭徐章 我说如果灭徐章 我跟你说不是 这该不设限 我给你200块钱 不能欠 不能欠肚子 欠肚子败人品 必须立刻支付 欠肚子败人品的 100块钱 每个人100 没事家勇可以借你 这么大个红包啊 我们掌声欢送 等会 输了钱还被灭了 让我说两句 说100块钱的 为什么呀 你知道吗 我都在想 我给你留一个什么样的好机会 能够一起互动成长 这么爱说话 适合干传媒 我能 我都懂你你知道 我比他们谁都懂你 以你的性格 你一定硬闯过男厕所 我说对吗 刚刚就闯过 为了 你看看 马丁 你 再是诸葛呀 这都能 没有 他放出来 我刚才在洗手间里 他就是你在里头啊 我刚才在洗手间里 刚出来 一个女孩闯过来说 老师你好 我能进去吗 我心想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这里面可能有人啊 他说我就是想照一下镜子 我要上场了 我要看看我的这个 妆容好不好 女厕所灯坏了 我说那你等着 我给你把门 你进去吧 他就进去了 你说啊 我又懂你 我帮你往男厕所 你上来把我灭了 还让我输了 为什么 就因为你见到这段了 所以把你灭了 是刚刚那个陈老师 叫我不要钱你 不 我当时就在看 哪个陈老师 陈杰是吗 陈博士 不是因为陈老师 就是我们私下商讨了一下 因为我很 我很尊重他 然后就让他帮我参考一下子 他觉得 陈老师 陈杰啊 陈杰 你在哪 马丁 因为陈杰 太不像话了 因为陈杰是我们公司的 他为了让我多赚一百块钱 所以班 还没入职就开始 就开始黑点了 斯敏 这一百块钱 就是陈杰博士的投名状 那是 谢谢马丁 乖乖的到发言管制区了 真乖 谢谢 来 余下的视频报 看一看我旁边这位 我的中学小师妹 杜总的大学小师妹 小学妹 考虑一下 请选择 祝我和孙卓 十一家企业全部留灯 接下来进入天真我有才 其实他错过了 我想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岗位 我想让他做我们公司视频项目 网络视频项目的执行制片人 我觉得只要待他一段时间 三个月半年 他一定可以做 很可惜 冲动有余 沉稳不足 在提问之前提醒你一句话 马丁说你肯定闯过女厕所 男厕所 男厕所 闯过女厕所 他是有亲身经历 但他突然说出去这句话的时候 综合你第一环节的表情 我认为完全有可能 而且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女孩 但同时你有点毛毛躁躁 没心没肺 对 你看你在台上 哪个角落都给你走遍了 每次只要是谁提问 到这儿 马上到这儿 就是一直走来走去 一直没有静下心来 接下来再回答各位boss的 提问的过程当中 静下心来 沉浸一点 热情很重要 沉着更重要 好吧 谢谢老师 加油小村 小村想问一个 还是跟学习有关 毕竟你还是在学生 你最喜欢的是哪门课 戏剧 那自己参加过 因为时代有这个传统 对 北国剧社 参加过这个 什么戏剧的演出吗 没有参加过 但是我参加了一个项目 是北京市戏剧 小剧场的调查 就是看他们的观众群是哪些 分析下 现在小剧场 在中国这市场上 是属于什么地位 有什么要赶进的地方 你会表演吗 我觉得我很能演 一直没有机会 来你演一下 马丁的葬礼 就是你拒绝了我 我很伤心 你很后悔 我去了 来吧 从前有个人叫马丁 他本来可以在这舞台上 绽放光芒 可以让一位又一位的求职者 进入他的公司 可是呢 突然有一天 来了一个 不小心跑进厕所的人 就把他给灭了 他很伤心 就这样 默默地 默默地 再也说不了话了 我相信你会是一个好的老师 但是更应该成为一个好的传媒工作者 我同意马丁 反应超快 半风半颠的劲 什么叫风格 就是先风才能有风格 孙卓 孙卓 这场录得特别开心 而我特别喜欢 你就非常勇敢 然后又是很那个 就是很open的那种女生 然后我想问你的 就是跟我自己的这个行业 有点关系的 就是 对 对 这是一个就是你 你对吃 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其实我是 我曾经是一个很敬业的吃货 我去一个地方 首先查的是哪有好吃的 可是由于在马来西亚探亲的过程中 我吃生病了 然后吐了一天 吃伤食了是吧 吃残了 对 医生说 你太能吃了 从此以后 我就跟吃货这个词越来越远了 但是你 你是最懂吃货的 对吧 因为你 你曾经体验过 感受过嘛 那作为一个吃货 就是 我觉得应该能想象 你是合格的 然后那互联网和 移动互联网 对你生活当中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或者说你在什么场景会利用到去 其实我在去年的暑假 就已经下载了豆国美食 谢谢 然后但是我能够提一个建议吗 豆国美食上面 它每个菜单的东西都很多 有的时候 我也要凑齐这么多 我连做饭的心思都没有了 所以我希望 有可能的话可以写 如果此处没有 可以拿什么什么来替代 明白 然后在美食上 比如说我会想怎样吃更健康 我会上网查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分享 比如说到哪有好吃的 可能有的人说 拍食物是一种怪癖 甚至是一种心理的疾病 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 大家乐于分享的态度 对没错 我认同 所以你应该再去下一个美食日记 就是所有喜欢吃饭前 验读的一定要有 孙卓我问你个问题 你在上面写说 你在同时眼中 同时把你看作一个 幽默 体贴的机器狗 那么 机器猫 对不起 猫狗 机器猫 这就是代狗 对不起 机器猫 这代狗好大 这代狗 你的学生 你的学生怎么看你 他怎么评价你 他们评价 首先这个老师很萌 然后非常热情 非常善良 昨天一个小男生 因为我们现在 十月份是学校实习一月 昨天一个小男生评价我说 孙老师你知道吗 你好温柔的 连训我们的时候也好温柔啊 其实我对你有一句话总结 看着是个女孩子 其实是个男孩子 偶尔做回女流氓 其实心里很善恋 然后可能老师 学生们 其实跟我的关系更好 因为我一直秉承的 一个观念就是 老师不是高高在上的 他应该是 学生的一个引导者 但是引导者的身份 可以以朋友的身份 来进行引导 好吧各位boss 可以选择了吗 可以考虑了 选择一下吧 请选择 好 祝贺孙卓 还有九家企业为你留灯 接下来听听他们为你留什么样的岗位 小慧从这边开始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是我们一个新项目叫做 对话伟大的头脑 这个项目的经纪人助理 谢谢 你好孙卓 我给您提供的职务是 百大讲师团的讲师经纪人 主要的工作就是配合讲师 做好推广 以及签约 等等一些服务类的工作 我可以跟陈老师一起干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 谢谢 好 庄总 我有两个岗位可以提供给你 一个是国际营销部的营销策划专员 还有一个是国内营销部的营销策划专员 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化定位的品牌 苏州非常欢迎像你这样个性的人员加入 谢谢 孙卓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结合营销和培训的两个角色 那么他的这个定位是 我们营销中心的助理培训师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孙卓 咖啡机为你提供的是管理培训生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培训 第二个方向是市场部 孙卓 我们是那个做有机牛奶的 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个岗位是 市场部的活动策划 好 孙卓 我觉得从你的特点两个工作 我们一个是我们的全国办公室的项目官员 负责各种活动的组织 志愿者的组织 所以每年我们组织最优秀的青年 去参加这些国际的平台 都是最高的平台 那么如果要你愿意当老师呢 我们创业学院可以来做我们的教学的这个助理 好 谢谢 市场部的市场专员 你可以去负责线上和线下活动 美食活动的这个策划和执行 会参与到整个过程当中 工作地点在北京 初八酒店集团在中国 这个北京总部给你提供的职位 就是培训部的 这个培训 这个培训助理 虽然就是说 你会有机会 就是在这个旅游行业当中 来去做这个培训 需要拿主意的时候到了 九盏灯 你要灭掉其中七盏 去吧 对不起 谢谢 对不起 谢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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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这个小 你们会继续用豆果美食 然后用美食日记的 谢谢你 48这个真的很好吃 对不起 好 我们首先请被灭掉灯的 七位boss暂时离席 进入发言管制区 我们接下来请 张建华 周思敏 谈前不上感情 来 思敏请揭晓 好 张建华请揭晓 有什么要问的 我想问一下员工的福利 是哪一些 就是正常的集鲜几斤全部都有 但是我们不是这种工作 就是我们不是像尹风银总他们那样子有包吃 包住没办法 好 我来说一下 我们对于外地的员工是可以提供住宿的 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然后呢就是 我们是在工作时间是免费 这个就是说午餐和晚餐 包括加班的时候 我刚刚还是坚持就给你提供了两个职位 一个是可以发挥你的英语的这个擅长 包括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有很多机会去国外 那么另外一个呢 机会呢就是说 呃 在中国的营销这个部分 所以呢我想就是会有很多的从活动 在中国也有很多活动的机会 可以考虑了吗 给你数秒钟时间 要么是科沃斯家用机器人 要么是斯美文化 要么是谢谢再见 请准备 说吧 我选择科沃斯 是吧 非常欢迎 祝贺孙卓求职应聘成功 祝贺科沃斯 家用机器人 穿过人才 为什么偷选科沃斯 因为我觉得在这企业 我可能成长的空间比较大 然后整个面试过程跟你之前设想的一样吗 有些不太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通灵珠宝的老总可能会选我 但是没有选 在第二轮就灭灯了 我说我接触在哪 可能是他需要的人是稍微吃